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深夜带着设备来到荒芜人烟的老楼直播 无尽的黑暗加上周围诡异的安静 这种未知的恐惧令人又害怕又期待 突然在黑暗的尽头出现一只黑猫 把众人吓得差点丢了活儿 几人绕开黑猫继续往里走 女人突然一只脚踩空摔倒 正准备起身时却看见地上有一颗雪白的头骨 一声尖叫打破了这诡异的安静 他们打电话报了警 这里之前是一个老式澡堂 后来周围的居民拆迁搬走就荒废很久了 狠检科从现场的环境已经很难勘察到有用的线索 然而因为尸体白骨化严重 法医勤明也无法判断死者具体的死亡事件 但从持骨的开合角度 可以确定死者是一名女性 法医助理小宇测量了脊椎骨与骨骨骨的长度 判断死者身高大概1米65左右 负责狠检的科老猜测 这里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因为在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衣物 只是被一条类似床单的材质包裹着 看来凶手应该很谨慎 担心死者的衣物会给警方留下线索 但那为何又多此一举为他裹上床单呢 整个现场给人一种很简单又很诡异的感觉 几人经过一番分析 最终决定尝试通过3D扫描头骨 还原出死者大概的容貌 并从失踪人口名单中寻找线索 把尸骨运回警局的法医室后 秦明再次深度检查发现 死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女性 死亡时间只能大概确定一到两年之间 牙草骨有被重物撞击骨裂的痕迹 但不是致命伤 目前单单从遗骸上并不能判断出真正的死因 这边的技术分析科也利用设备对头骨进行了3D扫描 面容重塑的过程比较缓慢 因为要通过多次合成才能计算出五官 林涛这边对现场周围环境调查得知 这栋老楼在三年前翻新装修的时候 因为发生事故闹出人命被停工搁浅 林涛猜测会不会是施工死者的遗骸 可探员小强告诉他 在查询当年的事故名单里 并没有发现有女性的施工者 所以可以排除这种可能 而此时死者容貌恢复的扫描也完成了 林涛吩咐大家对比照片筛查近两年的失踪人口 紧接着警局又接到一起打架斗殴的案件 报案人是一个名叫货新量的小混混 他称昨天晚上在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遇见了自己失踪两年的女友萧妍 可当他上去询问女友为何离开他时 女员却假装不认识他 而且好像还找了个有钱人 他看对方人多势众 于是就拿出手机企图自保 可没想到这群人直接过来 把他揍得鼻青脸肿 或新量拿出视频作为证据交给了林涛 林涛看着手机里的视频 发现这个小混混的前女友萧妍 竟然与3D面容重塑的照片里的人一模一样 于是他赶紧把这个线索告诉了秦明 虽然说3D复原的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 但刚好有一模一样的人出现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 秦明猜测道这两个人很可能是双胞胎 但要验证这种可能性 必须拿到他的DA 负责信息调查的林档查出 这个女员名叫宋佳音 31岁 是宋市珠宝集团老板宋国庆的独女 大学期间在英国留学进修珠宝设计 5年前与郑氏家族的长子郑旭结婚 3年前宋国庆夫妇因车祸死亡去世 当时她也在车上被撞昏迷 苏醒之后便出国休养了 在这期间她一直委任丈夫郑旭为集团总台 3月份刚刚回国 平时出行都很低调 为了确认白骨死者的身份 几人来到宋市集团找到宋佳音 她称自己确实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 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走丢了一只未曾找到 林桃问她认不认得一个叫霍新量的人 宋佳音说之前并不认识 不过昨晚有一个自称霍新量的人不断在车库骚扰她 刚好被自己的老公遇见 是出于正当防卫才打了她的 秦明一直在旁边观察这个女人的细节 发现在提到霍新量的时候 她明显有一丝紧张的表情 但很快就消失了 小宇希望她能向警方提供DNA的样本 宋佳音也十分配合地答应了 回到警局后 秦明觉得这个宋佳音 在与霍新量的关系上好像有所隐瞒 林桃也认同她的说法 于是打算从霍新量身上了解一些情况 来到审讯室 林桃问她是如何一眼就认出 停车场的女人是萧妍的 霍新量很肯定地告诉她 那个人肯定就是萧妍 不仅长得一牛一样 而且耳朵上还都有一颗痣 霍新量告诉林桃 他们在认识之前 萧妍一直是做女郎的 现在假装不认识自己 是怕以前的脏事被翻出来 林桃看她如此配合调查 于是就暂时把她放了出去 出来审讯室 小宇也带回了宋佳音与白骨的DNA比对结果 侵权概率为99.9% 秦明听后猜测道 宋佳音与萧妍 要么是一对童卵双胞胎姐妹 要么这个宋佳音就是霍新量的女朋友萧妍 小宇听后突然想起来 在为宋佳音做DNA提取的时候发现 她的腰间有一处纹身 像她这么好的家境 严格的家教应该不允许她纹身吧 秦明思考片刻后 让林涛尝试 从医院调出三年前车祸的诊断报告 第二天 秦明故意把比对结果告诉了宋佳音夫妇 宋佳音在得知失散多年的妹妹 已经死亡后痛哭流涕 她的仗促郑旭在旁边不断地安慰着她 她还问秦明何时能把尸骨取回去好好安葬 谈话间 林涛带回了三年前120出勤的车祸报告 报告显示宋佳音当时牙草骨断裂并多处擦伤 此时秦明突然想起 尸检时头骨上断裂的牙草骨 顿时觉得后背发凉 她回头看着这个哭哭啼啼的女人 她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姐姐并替代了她 但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她决定暂时先不要打草惊蛇 晚上吃饭的时候 大家仍然在讨论案情 林涛比较疑惑的是 如果是硝烟杀了宋佳音代替了她 那每天与她朝夕相处的丈夫 怎么会没有察觉呢 小语猜测会不会是因为 刚好宋佳音出国两年 两年时间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都会稍微改变一些 所以郑旭才没有怀疑 负责信息分析的林荡却说 也有可能郑旭已经知道 或者就是他俩共同参与了作案 林涛很无奈地说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那么唯一的突破口 就在她的男朋友霍新亮身上 就在这时 警局打来电话 霍新亮在自己的车里自杀了 回到警局后 秦明检查了霍新亮的尸体 发现她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并在她的血液里 检测出过量伪格的成分 身上没有发现其他伤痕 初步判断为自杀 而此事会议室里的林涛大发雷霆 她不相信霍新亮是自杀的 她怀疑 这就是宋氏夫妇察觉到 事情败露后 杀人灭口的手段 完全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但车内并没有发现 任何她杀的线索 科老打算调查 获新亮的通讯记录 看能不能发现疑点 林涛也决定 立刻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偿唤宋佳音 在带走宋佳音的过程中 郑旭看上去很紧张 审讯室里 秦明把烂尾楼尸体的尸检报告 与宋佳音三年前的车祸记录 放在了她的面前 面对铁证如山 她也无法再继续隐瞒 承认了自己就是消炎 她告诉秦明 自己从小就是个孤儿 两年前 自己和霍新亮在一起 那个时候 她还在做女郎 有一天 郑旭突然找到她 说只要自己帮她完成一个签名 并录制一段视频 就给她20万作为答谢 她当时很缺钱 于是就答应 她在练习签名半个月后 签了一份文件 然后录制了一段视频 内容大概是把宋氏集团 董事长的位置 让给郑旭之类的话 而在二人完成交易的一个月后 郑旭又找到了她 并问她想不想彻底摆脱 现在的环境 和她一起生活 而在她眼中 郑旭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在面对一番深情的告白后 她答应了 秦明问萧妍 当时是否知道 郑旭已经结婚了 萧妍继续说道 直到搬到她的家里一段时间后 发现别墅里有一个奇怪的房间 郑旭再三叮嘱她 千万不要进去 可越是神秘 人就越是向往 当她打开那扇门后 竟然看见有一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躺在床上 发现这件诡异的事情后 她就质问郑旭是怎么回事 郑旭告诉她 她的太太宋佳英 是一家珠宝集团的继承者 现在因为车祸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但集团里 很多人对她太太的股份虎视眈眈 所以才出此下策 让她扮演宋佳英 郑旭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看上去很真诚 于是自己就打算继续帮她演戏 可直到有一天 她看见郑旭 从屋里拖着一个白床单出来 等第二天自己再去那间屋子的时候 发现宋佳英已经不见了 当时她大概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她不想放弃 现在拥有的高品质生活 如果报警的话 自己也会被抓进去 于是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再也没有进过那间屋子 得到线索后 林涛立刻开始调查郑旭 她找到了三年前 在宋家的保姆阿姨 阿姨告诉她 当时宋国庆根本不同意 宋佳英与郑旭的婚事 宋国庆称郑旭这个人 城府太深 将来肯定会出事 但无奈女儿太任性 还是与郑旭完成了婚礼 回到警局后 林涛告诉大家 自从郑旭知道 警方发现了宋佳英的尸体 就一直迫不及待地 想把一海领回去安葬 他应该很担心 警方查出尸体的真实身份 影响到他现在的位置 小强补充道 郑旭名下的大部分财产 在近期已经转移到海外 出来会议时 柯老在获新量的手机上 也有重大发现 在获新量死亡当晚 郑旭曾约他见面 林涛得到证据 郑旭立刻传唤郑旭来到审讯室 面对警方的审问 郑旭直接承认了 三年前策划车祸的事情 但他却说 宋佳英是萧妍杀的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郑旭称 两年前的一天 他下班回到家里后 正好撞见神色慌张的萧妍 在处理宋佳英的尸体 林涛问他为何不报警 郑旭说 担心这件事会 牵连出车祸的案子 后来和萧妍一起 把尸体扔到了一座烂尾楼里 接着林涛又让他交代 杀害霍新亮的过程 可当郑旭听到 霍新亮的名字的时候 愣住了 就好像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一样 林涛把霍新亮手机里 二人的聊天记录拿给他看 郑旭看到后 很是生气 说自己是被消炎算计了 林涛和秦明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一时间竟无法判断 他的证词是真是假 突然审讯是 小宇告诉秦明 他对霍新亮死时的医务 又进行了检验 发现上面竟然有香水的味道 此时秦明突然想起 霍新亮在死之前 曾服用过伟哥的线索 因此他判断 案发当晚 我秦亮要去见的 可能是一个女人 就在这时 秦明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看到信息后 他立刻起身 让林涛抓捕萧妍 很快 萧妍就被带到了审讯室 秦明进来之后就直接问他 也应该是宋佳英女士吧 秦科长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秦明很肯定面前这个女人 就是一直卧床昏迷的宋佳英 其实两年前他就醒了 而且还发现了 郑旭与萧妍 企图夺走自己的一切 于是就找机会杀死了萧妍 并换上了他的衣服 只不过郑旭并没有发觉 还配合着他 处理了萧妍的尸体 宋佳英问他有证据吗 秦明告诉他 双胞胎就算外貌长的在乡下 他们的指纹也是不一样的 于是他拖在英国的朋友 在宋佳英曾经留学过的学校 找到了他在毕业墙上留下的手掌印 并提取了上面的指纹 对比结果显示 正是面前这个女人的 宋佳英看铁证如山 也只能认罪 至于他为何要杀货新亮 也是因为担心货新亮 知道自己与萧妍身体上的不同之处 所以才杀人灭口 你是什么时候猜对凶手的呢 我是蟒牛 喜欢的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